泰國發生14歲青少年 在曼谷的潛羅百麗宮持槍殺人事件 造成兩人死亡、五人受傷 死者包括一名中國遊客和一名緬甸外勞 當地事法部表示 在醫生的建議之下 少年槍手已經送往精神病院進行治療 相關的官員會在醫院內持續觀察 並試圖了解少年犯案的動機 當地警察總長托薩克曾經表示 疑犯出現精神崩潰 符合胡亂開槍的槍手特徵 當日向疑犯問話的時候 疑犯亦表示一直聽到有人要自己開槍的聲音